星期一晚八點,中黃金術士,帶你認識全球貴金術交易背後的運作,以及分析古州黃金、白銀走勢,齊齊分享,齊齊鑾金 練金術 大家好,2016年2月1日,練金術第五集,現在2月1日下午六播節目,現在五點多六點來,下午 上個星期有沒有買金?大家有買金就應該中一點,上個星期我們都從圖表形態上,小時圖裡第一件事就告訴大家,形態上有個頭肩底 頭肩底我們記得應該是有個頭肩底接著穿完項線,接著就有個調整,調整完之後,預測應該都可以再走高一點,因為頭肩形態,純粹量度幅度都有機會去到1,111元, 結果不止了,現在現價都1,121元,當時都擺了一個stop loss,應該是占不了了,因為市價應該是一路上升, 看看我們這個小時圖先,遮住大家,不好意思,其實我們應該是在上個星期是這個位置,在這個時候,為什麼呢?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有個小時圖,類似有個左肩,有個右肩,頸線一度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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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過去,好不好? 结果,上次节目时应该在这里,在这个位置,我鼠指白色,我指字叮叮, 这里应该是1184元左右,预计多高呢,很容易搭配,头顶和颈线高,就自己算出格吧, 这里有1架,2架,3架,4架,差不多有5架,如果用我们比赛的MT4系统,很容易做, 穿了这里五格,一二三四五,哎,顶位刚刚好五格,吹不脏,真的比你吹脏,就是这么多。 这个五格,我们要记住,是要升穿颈线,穿颈线衣度为量度,头和颈线五格,其实上个星期一我们做节目的时候,都应该是好时机的,因为很明显在砌三角形, 我们引见了一条阻力线,阻力线也升穿了,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一截,为什么呢?因为这一截是单变性,这一截它不会升线一把,就拆在这里,就不会很反复的,反复就有机会吹到stop loss,但是当时也没有,所以如果当时买了1104,我就做节目的时候,当时我买了 那我买了,真的是对来的,不是比赛那一截,但是很有趣的,看回上个星期的比赛结果,看回那些冠军人马,就没有在这里买金,就在上面,在这里才买,在这里才再做,很奇怪。 鸡脚这么好的形态,根本就帅哥,顺带一提,很值得一提的,这些形态,头肩顶头肩底,在WeChat的节目里面也说过的,如果他穿了颈线,就是刚才这条线,穿了颈线,就是这个位置,穿了之后,他的后抽, 还记不记得后抽,去到什么地方才说这个形态失败,记不记得,有没有印象,就是穿了的油肩,就是说如果这个调整是刹下来刹穿这个底位的话,这个就变成了不是头肩底,一个失败的头肩底, 所以,反过来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下跌讯号,明白吗?就是说,其实呢,要活学活用,我经常说,我们通常发现到,如果头肩失败,穿了右肩,头肩一定会破的,就是说,如果这个后抽,是抽低过这个右肩的话,基本上穿右肩,你可以再穿,一定会穿,你一定会穿到它穿穿的头,十棵有九棵都穿的,当然不会绝对说百分之一百,都是讲华言率,如果, 经验所谈,基本上呢,穿的右肩,头都会穿的,这个我印象中的很多这些形态,八成多九成都是对的,当然有些例外错了,那你都要斩头,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放stop loss,好了,这个头肩底穿完之后呢,那个beauty,就是那个帅子的地方呢,就是,它没有穿到右肩,但是其实颈线穿一点点,这些我们经常会碰到的,我们不会很在意的,结果呢,类似,其实这个,你说的, 是不是再做一个三角形,这个就是三角形的底部,这个是小的三角,这个是斜落,穿到这些三角的底部,其实这个就是trigger位,这支棍,现在我手指白色这个位置,这里要买的了,其实,这里不怕买,这里应该是1,105元左右, 一路买的了,他帅子就在于,做完调整再走,那一下就是直走,OK,那这一下呢,就很帅子,去到尾尾都要一枝急的,到一度目标,才呢,就,再走第二个形态,那就,应该呢,如果你有买一手金, 那我们比赛的朋友都说过,你有1万元美金,本金的话,做一手按针都大概是2000元左右,那如果你买一手的话,你有1,106元, 随到1,181元,上次都说了,起码第一个目标是1111,大概是8元的,都不错啦,8元有, 864,6千多元港元的回报,如果你做一手的话,那就赢到的,这一转应该是挺帅的,好了,那就,发生完这个之后呢,那我们就看看, 最近那个发展去到哪里了,那这个金呢,在上个星期我们做节目的时候,在这里,那一路升升升升升升, 预期所料,那结果升到去1,120多元,那那当然是转转下跌了, 曾经最低呢,下回到1,109元,那是星期五万最低的位置,那星期五万曾经是一些金调整过的, 其实上星期升了四天,到星期五呢,才是有点回吐,但是呢, 金就升上来了,那你会问,未来的金的方向是升并跌呢? 那其实基本上,金的短期趋势正在升,那你说怎样看到黄金的趋势正在升,那一会我们可以在稍后时间再慢慢拆解, 那上周整个形势就是,我们看到一个氛围就是这样,那些金升到上去1,120多元, 转转一点,然后转转又跌回去1,1809元,那接着又再在美国市, 星期五万和今天亚洲市就再走上来,OK?那预计后市,就刚刚说了, 应该都是趁低吸纳,趁低吸纳继续再买,那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ECN平台,那大家可以继续在金市里面, 赚取到可管的利润,OK?好了,那一会在图表上呢,就再可以说一下, 有两三个工具,还记得上个星期提过一只RSI,是吧? 一会会再说一下这只RSI,怎样应用在这个金市里面,就是在我们找到一个大方向, 今天再讲第二只产品工具,就是Stochastic,随机指数,随机指数曾经有个讯号, 在日线图里面上个星期五,曾经在高位商交,好像是想做一个黄金下跌的讯号, 即是自从他见完这个顶之后,那接着呢,今天又开始改变了, 那这个改变一会挺有意思的,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, 好了,那说一下比赛,上个星期又是公布这个冠军得主的时候, 越来越多人玩了,初头我第一次就一半, 那么多人玩了,现在只有一张字,希望下次回来就可以有两张, 多些人玩,就赢取一千元,每个星期我们会有一千五元的奖金, 一千元就会给冠军,那今个星期冠军, 他的账号名是62123, 高X非,名字都不说了, 他就上个星期增长,很厉害, 这个朋友,我看错了, 他增长18.6%冠军,好像越来越低, 第一个星期那个朋友增长六七成, 上个星期这个冠军呢,上个星期冠军都是三十多%, 这个星期只有十八点多%,其实这个星期应该容易做, 一个金这么简单,一个头肩星员去到这个目的地就算了, 后期那些就各下自理,这一阵应该很容易整理, 这一阵真心说, 另外,有几个不错, 这个Andy朋友, 这个Andy朋友,一万元开始玩这个游戏, 现在已经,虽然他排第三, Andy排第三,Andy嗯, 他上个星期增长5.6%, 原来因为他的户口已经去到一万六千五, 即是整个户口赢了六成多, 在这三个星期里面, 挺不错的, 现在六成多,即是一万元到一万六千多元, 如果以增长比例来说,这个算是第二, Vendell也是保持到, 即是上个星期应该是冠军那位, 那他的户口一万元, 现在都有一万五千多, 现在百分之五十四, 那就是第一个星期, 冠军民主就撒下去了, 跌穿,破发, 跌穿他那个本金, 跌多少,不说了, 等下一次追上来,我再跟大家报告, 那大部分呢, 都挺不错的, 其实都有百分之十几, 有十几个朋友, 有百分之十几, 至于低于一万元那条分水领的朋友, 大概有二四六八十, 十二个, 四十几个里面的十二个, 其实都做得挺理想的, 继续, 大家, 多些朋友来参加我们每个礼拜的黄金ECN买卖, 熟集一下黄金的节奏, 和真的可以参与一下, 就是通过杠杆式买卖, 如何在市场里面, 学到一种技巧, 其实黄金呢, 很技术性的, 下一集呢, 我会浪费少时间去讲一些数据, 比如Spider, 下个礼拜我介绍Spider, 一个黄金的ETF, 全球最大的, 基本上黄金储备的数量, 足以影响到后市的金的走势, 是几百吨, 有这个储备的黄金, 挺夸张的, 好了, 这个礼拜说了, 我们会通知得掌者, 上来换取礼物, 一千元和五百元, 希望勇气参加, 勇气参加的朋友每个礼拜都会重新再继续, 所以这个礼拜会重新再继续, 想再参加游戏的朋友呢, 记住传你的资料, 包括你的名字, 你的电邮, 当然你的回邮, 就去这个叫做 mihk at kabgo.com mihk at kabgo.com 可以传到这个电邮, 就会和我的同事联络, 然后开个户口给你, 然后就立刻可以参与这个比赛的了, OK, 这一节差不多, 稍后回来,有声音。